大家很喜欢说他顶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头 连书头都是我帮他 然后才出门 老师婆认为对生活的自己的能力 就是比较差一点 2010年陈佩琪无预警发现 罹患了肺腺癌 家中的大树瞬间倒了 平常躲在树下乘凉的柯文哲 第一次惊觉失去的恐惧 回想起当时的心境 铁娘子形象的陈佩琪 泪现却异常发达 因为当时情感内敛的柯文哲 看过众多生老病死的柯文哲 再也经不住失去的痛 一辈子压抑的情绪 仿佛一细间全部宣泻 我朋友说你到底是得什么病 他说为什么我只会想他会哭 柯妈妈傻了 因为儿子柯文哲在讲什么 他一句都听不懂 只听到柯文哲频频在哭 为了肺腺癌的陈佩琪开刀入院 柯文哲就在陪病床上睡了10天 一个粗线条的柯医师 在医院这10天里 尽可能地做到各种术后照顾的细心活 这时柯医师就像生病了一样 他得适应太太已经是个病人 他甚至可难接受 太太真的生病了 我会发现 我会想我爸爸也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这个样子 都是扑克脸 太擅长表达感情 大家很喜欢说他顶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头 如果我在国内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出国 如果说我如果在国内的话 我还会拿书子 连书头发都是我帮他 书一书 书个比较像样的样子 然后才出门 书人真的漂亮 有时候动不动就说什么 他手机忘了 或者说什么USB 今天要开会的资料忘了 就是还要去帮他 因为他有点匆忙 这要睡一睡觉 老师婆认识 本来对生活自己的能力 就是比较差一点 讲好听 陈佩奇是静泽的太太 但说难听 又像柯文哲的专属保姆 平日除了上班工作 进修演讲 下来班还得亲自操职家务 教养四个孩子 其中一个还是丈夫柯文哲 这应该是只有我跟小孩在家 这应该是我拍的 没有帮小孩换过一次牛逼 真的是没 真的 也没有泡过牛奶 对柯P来说 他把陈佩奇当空气 不是不在乎 而是没了空气 不只不能呼吸 还不能生活 陈佩奇的荣耀 不言而喻 我在晚上十点 要回家的时候 才想着糟糕 我们家搬去哪里 搶大车去找 讲讲一下都不太相信 太扯了 真的 不过我还想一想 我也是懒惰了 趁机找到好的理由 可以不用做家事 其实我是欠他蛮多的 他如果回来 他还没有吃晚餐的时候 我绝对有办法变出一餐 到从结婚起 陈佩奇就认清 柯文哲会是这种 要人人不在 缺席的丈夫 和缺席的爸爸 没参选总统前 更多的时间 柯文哲是分配给 台北市政与市民的 而当市长前 更多的时间 是对于重症病患 和台大医院的 这个我很喜欢她去做 把病人看好 我觉得把病人看好 那个也是我的福报 我太太是蛮传统的女性 很传统 虽然她是念那种什么 医学系 意见蛮多的 不过她 还是蛮传统的 曾经柯文哲说过 自己已经60多岁了 但对柯妈来说 总是还把她当小孩 每次柯妈妈打电话 前五分钟 柯文哲总是把电话 拿得老远 因为前半段 总是在抱怨和叮咛 有的时候 柯文哲不想听 甚至还会跟妈妈吵架 唯独人生的两件事 柯妈的决定 柯文哲说一不二 其一就是要她 去读医学院当医生 其二就是去 陈佩奇当妻子 她是学妹嘛 漫我一届 漫你一届 那在学校你就杀到她 完全不认识 讲得都不会很相信 我妈妈去相亲 跟我说 那个娶她个不错 我说我这样 下个礼拜就是订花 我爸爸说 就是在新竹 在哪里 那就是把一个事情 当作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来讲 没有浪漫的求婚 这一辈子也没买过花 送过太太 柯文哲和陈佩奇 认识短短一年 就走入婚姻 这张婚纱照 还是柯文哲少数 会微笑的照片 其余时刻 基本上她都是木娜寡言 一张不可怜 但遇上重要的是 柯文哲总是会回到家 坐在饭桌 和陈佩奇分享 听听太太的看法 和意见 我们两个 因为成长的背景 跟以前的学历 是比较类似的 我可以讲说是互相尊重 像譬如说 她常常跟人家讲说 她把所有的钱 收入都交给我 但她的好处就是 她从来不会过问说 我的钱 当然投资有成功有失败 她绝对不会说去 干涉我说 要把钱用去哪里 她觉得说就是尊重我 我觉得是互相尊重 柯文哲和陈佩奇 如同两头骄傲 又有自己特性的狮子 放在同个篮子里 要维持和平 Pepo就是互相尊重 彼此的主体性 百分百的尊重信任 是柯文哲和陈医师的 相处之道 但相反的 柯文哲也是个 无法自理生活的人 陈佩奇的角色 更多的是 帮她打理一切 打开衣柜 动作轻缓地 拿出了这个名牌包包 这是某一年 柯文哲参加医学会 刷卡带回来的 虽然最后咖啡账单 还是陈佩奇自己缴钱 但这却是柯文哲 送给太太 唯一的礼物 后来我发现说 她买这个的理由 是因为这个 最简单性 最便宜 庞杂家务 沉重负担 陈佩奇从不喊苦 反而脸上挂着 甜蜜微笑 曾经陈佩奇坦言 自己对婚姻的幻想 是嫁给一个浪漫的人 天天一起逛市场 你洗碗我煮饭 晚上还能一起 牵手逛公园 但回忆和柯文哲婚后 不止令他刚开始 有点失望 大儿子才刚出生几个月 柯文哲就留职 庭薪赴美进修 陈佩奇一个人 赚钱养家 还得亲力亲为 照顾拉拔三个小孩 陈佩奇盼望的 婚姻美丽图像 不会实现 但自己转念想想 他的先生 在医院 要做比浪漫 更重要的事 他开始成全丈夫 支持丈夫 但这一生却唯独有一件事 陈佩奇让柯文哲担心了 2010年 陈佩奇无预警发现 罹患了肺腺癌 家中的大树瞬间倒了 平常躲在树下乘凉的柯文哲 第一次清觉 失去的恐惧 他就说他是一个急救专家 如果你有麻醉的风险的话 他麻烦就可以救我 当然他讲一些是很 就是比较轻松的讲法 没有 他印象 没有 其实这个裤子会造成 大家心里更沉重而已 所以我们都是医生 都表现得很坚强 回想起当时的心境 铁娘子形象的陈佩奇 泪现却异常发达 因为当时情感内敛的柯文哲 看过众多生老病死的柯文哲 再也经不住失去的痛 一辈子压抑的情绪 仿佛一细间全部宣泄 后来那个林峰医院长 也是跟我们一起吃饭 拍了太太也是我的学姐 就一起吃饭 她也跟我讲说 她说柯医师 她说她第一次看到 柯文哲掉眼泪 她那么强人的一个形象 说她第一次看到她掉眼泪 我朋友说 你到底是得什么病 她说 她说为什么文哲会讲 她会哭 柯妈妈傻了 因为儿子柯文哲在讲什么 她一句都听不懂 只听到柯文哲频频在哭 为了肺腺癌的陈佩吉开刀入院 柯文哲就在陪病床上睡了十天 一个粗线条的柯医师 在医院这十天里 尽可能地做到各种术后照顾的细心活 尽管手术控制住病情 但这时柯医师就像生病了一样 他得适应太太已经是个病人 他甚至很难接受 太太真的生病了 我会发现 我会想 我爸爸也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这个样子 都是扑克脸 太擅长表达感情 当一个家庭出现了重大世界 家才会变得更团结 大病出狱半年的陈佩奇 正好遇上柯文哲的艾滋器权事件 遭到工程会惩处降职 陈佩奇就像被点燃了隐性的自走炮 单枪匹马 在柯文哲不知情的情况下 召开了记者会 独自扛刀上阵 单挑柯文哲毕生 最爱的太大医院 我要跟各位控诉 就是说我今天那个长官 还有我现在的同事 还有我现在的同学 在这个世界当中 到底是怎么陷害我先生的 这个吸引人 其实你有空处小山 跟他讲说 你等我回去再处理好不好 结果我在坐飞机 他就开了 我到出桃源机场 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本来以为他会怪我 可是有一次 拍到封门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谢谢你 他说真的我去开记者会 对他的这个世界 就是人家一直把一些罪名 一直丢给他 因为他都不讲话 他说至少我开这世界的记者会 不管我真相有没有澄清 至少对他来讲 他的人家丢给他一些罪名 跟丢一些垃圾给他 至少是一个停损点 因为那时候我如果没有出去 该记者会 我想他永远没有勇气去成情 他永远没有勇气去成情 因为他这个人这么 这么保护大家一年 正因为陈佩奇独立自主女性的特质 过去常常有人说 柯市长劝劝自己的太太啦 不要爱讲话 爱发言 更不要火炮式的大方厥词后宫干政 但柯文哲却PO过一篇脸书 太太不是先生的附属品 是不是格当柯文哲夫人 不是议员说的算 作为台北市长尊重议员问证 但作为陈佩奇的先生 要呼吁议员尊重我的太太 他有一段时间说 你的脸书要进过我幕僚看过之后 才可以发 我说他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不想发了 其实我也是一个蛮强势的 转访过程 陈佩奇说了个小故事 911事件爆发时 柯文哲看着电视 亲眼见到双子行大楼受困民众 从高楼一跃而下 他的嘴里面无表情地说 如果要跳 自己得要先跳 要陈佩奇慢一点才能下来 这样他才能撞开双臂 接住太太 然而这番论述 并不是柯文哲有多浪漫 而是他经过细细盘算存活率 以自己的家庭来说 陈佩奇会工作 会赚钱 会带小孩 还能照顾家庭 以家的功能来说 陈佩奇必须要活久一点 柯文哲或许不是百分百的丈夫 也不是个浪漫系情人 但从各个小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陈医师的满满情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